韩国经济到华城市电视工厂 24号发生造成多位 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 重大人员伤亡的严重火灾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30号发文表示 使馆方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连日来使馆工作人员同遇难者家属 韩国各相关部门 国内相关地方政府密切联系 协助遇难者家属善后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表示 事故发生当晚 使馆连夜派出工作组赴事故现场 邢海明大使也赶赴现场 协调遇难中国公民善后工作 火灾发生后 韩国各部门协助遇难中国公民家属 处理后事 多位韩国官员通过不同的方式 向中方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 这以诚挚为稳 还有许多的韩国民众和在韩中国侨胞 前往遇难者相当吊咽 向遇难者献花致哀 使馆表示将继续的全力协助 遇难中国公民家属 做好善后工作 希望韩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不断改善外国劳动者工作环境 切实保障在韩外国公民人身安全 与合法权益 遇难免 做好善待